我们今天来勾这一款小羊头挂件 羊头串 没啥用这个 首先我们用肉色的线来勾羊头部分 主体部分 第一行我们起六个短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短针 然后拉紧这个线头 我们在第一针的时候 第一针的地方做一个引拔 插入 绕线带线出来 穿过刚刚的线圈 绕线带过 这就是一个锁针 然后我们第二行要勾短针加针 每个针目勾两个短针 一个 在同一个针目再勾出一个短针 这是短针加针 然后下一个针目 然后下一个针目 一个 两个 两个 这样的方法把后面四针 全是短针加针 最后一个短针 最后一个短针加针 第三圈是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加针 一个短针 然后再下一个针目 一个针目里勾两个短针 下一个短针 下下一个针目 短针加针 下下一个针目 短针加针 把这一圈针 把这一圈勾完 短针 短针 短针加针 第一行第二行第三行已经结束了 第四行是两个短针 一个短针加针 一个短针 下一个针目 两个短针 下一个针目 短针加针 一个针目勾两个短针 同样的方式把这一圈勾完 然后我们来勾第五行 第五行是不加不减 每个针目勾出一个短针 第五行第六行第七行 都是不加不减的 这第七行我们已经勾好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 我到七行都是不加不减的 勾短针 最后一针再第一针 上面做一个印拔 这里一定要拉紧 拉紧之后 这条线是很紧致的 看不出来接口 第八行的时候 我们来勾减针 勾六个短针 一个减针 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减针我们方式有两种 第一种是插进这个针目 然后带线出来 再插入下一个针目 带线过来 然后一次性带过上面三个线圈 这是减针 还有一种方法是 调外面的这两个 短针的外面的半针 然后下一个 然后先带过来 一次性穿过两个线圈 然后下面六个短针 一个减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同样再勾一个线圈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六个 再勾一个减针 然后跟第一个针目 收音拔 第九行呢 这个线头 可以剪掉 也可以塞进去 第九行是 不加不剪的勾短针 第九行我已经勾好了 现在勾第十行 第十行是五个短针 一个减针 第三个 五个 三个 一个 四个 五个 四个 五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勾完了 第十一行是不加不减的勾短针 我就不做演示了 第十一行我们已经勾好了 下面勾第十二行 第十二行勾的是短针的里面的半针 勾不加不减的短针 外面的短针留着勾小杨的头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圈勾完 最后做引拔的时候是两个一块穿进去 然后带线拉出勾一个锁针 第十三行的时候是勾一个短针 一个减针 也是勾第一半针 这个减针的方式是另一种 插进去带出 然后再插下一个针目 带出一个减针就做好了 勾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 减针 勾一个短针 一个减针 一个短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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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针 十三行 然后我们往这个主体里面塞棉 大家可以找一个辅助工具 往里面塞 我用的是剪刀 找一个铅笔也行 大家可以找一个辅助工具 往里面塞 一边塞的不要太少 会很软 我喜欢塞多一点 好 我们来勾第十四行 也是最后一行 大家勾的是简针 这里一共勾六个简针 最后一个短针 减针 勾完跟第一针做一个 收完最后一针呢 断线留一点线头 然后把这个线藏一下 再收一下口 正常我们收口呢 调的是外面的半针 调的外面半针 但是这外面半针 要给那个小羊勾头发 就调里面的这个半针 一点不太好找 然后拉紧 从中间位置插进去 随便找个洞 拳出来 扣就收好了 然后用我们的白线 给小羊勾头发 先找到我们引拔的这条线 然后找到最上面一条 一个锁针 然后这里立四个锁针 再下一个针目 插进去 做引拔 再起四个辫子针 再引拔 小羊头发的规律就是 四个引拔针 一个引拔 再下一个针目引拔 四个辫子针 二 三 三 这针拉得有点紧 看第一个针目 看第一个针目做一个引拔 然后再起四个针目 然后再起四个辫子针 然后再起四个辫子针 去找下一行 再做一个引拔 四个辫子针 找下一个针目 再起四个辫子针 这个线头 可以给它藏一下 还从刚刚这里这个位置 穿出来 就一直这样 把刚刚留出来的那几行 外半针给勾完就行了 一共要勾到这里 把这一圈全部勾完 那最后一圈也勾完了 然后跟这一行的第一针 做一个引发 感谢 刚刚的那两个线都穿到一起 两头 这个线头 出击一下 打两个结 然后断线 把这个线都再藏进去 好了 这个羊头就完成了 下面来勾耳朵 同样是用肉色的线 我们先缓起 起六个短针 五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然后把这个线都抽进 再第一针做引发 这个线都顺便 勾的时候藏进去 第二行是 每个针目里面勾两个短针 也就是短针加针 一共要勾六个短针加针 一共要勾六个 把一个小羊耳朵就完成了 有适量的线 适量长度的线 一会儿缝合用 然后把这个线都剪断 这两个耳朵我都够好了 下面我们进行缝合 同样先找到背后的这个印拔的这条线 在它的两侧缝上耳朵 随便找一个位置 耳朵先插进两个针目 然后还从刚刚那个位置再穿一下 拉紧 从背后再固定一下 还是插进那个洞里 把线头拉在背后 一个小羊耳朵 一个小羊耳朵 然后我们找它对应的位置 就大概这里 先从背后给它固定一针 还是插在原先的针目里 拉紧线 然后在前面 同时穿入两个针目 把线跟刚刚的 插在一起 把这两个线头打一个结 藏一下线头 稍微扯紧一下 稍微扯紧一下 好了 下面我们总和它的嘴巴 找一截黑线 抽其中的一股 抽其中的一股 大概的位置就是 这里是小羊的眼睛 我也没查到底第几行 就抽大个位置就行 眼睛 再把它在这里 找它的中间位置 从后面入针 如果插在这洞里的话 这个拉的线可能有一点长 就插在这两个针目的中间 眼睛跟这个嘴巴中间隔一会 要用两股 拉紧了 别拉那么紧 用两股来缝掉的眼睛 这里打结的时候 不需要积太紧 先来写多打一下 好了 小羊的眼睛也弄好了 给它打一下腮红 耳朵里面再来一点 小羊头挂键就这样够好了 小羊头挂键就这样够好了 现在要够了 好多东西 在这长期里面 下车 下车